国立中正大学在教师授课时数的合计要点中提到开班人数标准 其中大学部开课人数需至少八人 研究所则需至少三人或是一位博伴生 有学生在第一次遇到自己选的课无法开程时 才知道有此项规定 这项规定也为他们带来一些影响 这个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我是知道老师在课堂上面跟我们讲我才知道 我觉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学分减少 所以我就要再另外多选另外一堂课 那我知道有这个限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周了 所以我第一次上我新加选的课的时候是第三周 等于就是我有前两周的课没有上到 而且如果我觉得不适合要退选也没办法 我就会只能下其中退选 国立中正大学教学事务处教学组 针对修课人数限制的相关问题提出回应 也有相关措施尽可能避免有课程停开的状况 一个是成本的考量 一个是就是说课程的本身的效果来看的话 还是要有一个最低的人数的限制 另外就是说他们很多课需要分组啊 或是同学之间的互动跟回馈 我们需要有分那个第一阶段选课跟第二阶段选课嘛 寒假暑假的时间会有课程异动的时间 就是希望说系所那边就是看同学选课状况 可以去调整开课的以减少这种状况 有特殊状况时 老师和学生依然可以申请以专签的方式开设课程 学生如果有应停开而学分不足的问题 教务处也有提供配套措施协助学生 那比如说那修课的同学 他这学期要毕业 他就少这一门课 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修学分学程 那差一门课就已经可以拿到学分学程的证书 像这一种状况 那就是专签给教务长同意开课 如果说他想要修别的课 那就是经过那个课的老师同意 我们就是帮他学课 那如果他没有想要再修其他的课 那他的学分不够 我们就是让同学补缴那个短修档 学生能理解学校有课程人数下限的规定 也提供了一些建议 我希望学校可以在选课系统 可能页面的下方告知我们这件事情 然后我收到真的课没有开诊 是我们西班有打电话过来跟我讲 但是希望可以在可能第二周或第三周左右就可以先知道 修课人数有下限是基于成本考量 若是真的遇到人数不足 课程停开的状况 也可因应情况申请专签 师生应了解相关规定 以达到学校开课成本与学生修课权益的平衡 中正一报张伟廷黄若馨中正大学报导